最后 如果我跟大家说 我们一起拯救杀马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没有那么迷他 对他们感受不到 那我就跟你说如果明年 能够自争的话 你们能够看到马上的改变是什么 跟你们有很切身的关系的 也不害你们的 如果明年能够自争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如果我们在中央政府 只要Botish 就是刚才我说的海运政策 我们沙巴做的证明生活费 跟我们做生育的证明 将会简体二成十八项 跟着我们会被除AP license AP license就是 我们不让几间公司垄断车的市场 让更多人公开招标 能够进来做个胜利 所以我们人民有选择 能够拿到最公平的价格 跟着我们就会被除Astro 不让Astro的垄断市场 可能有Bstro有Cstro有Tstro 到时候我们可以可能40块 可以看到最好的价格 最好的价格 最好的价格 等出我们就会被除 Mask跟Aline的那个Monopoly Mask的Monopoly 我们不是要让他们议论我们的人民 我们一定要被除他们 让更多的那个机会 给人家就业的机会 给我们的人民有更多的选择 像上次有Ansure的时候 跟有Mask 可是现在没有他们已经统一了 我们已经慢慢的看到那个不好的 的东西已经在发生了 所以以后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Sava Aline 跟住 跟住任何的 任何的那个 政府所控制住的那个G GLC的公司 就像我刚才说的 米的 Bernas的 In the water 糖的 In the water 水的 还有糖的 全部我们都会 Rationalize 我们会公开 让人家公开招标 这些都是统治品很重要的 只要这些价格能够下低 能够收到控制的话 人民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价钱 它就会导致百物降价 不但又起价 还会降价 这个 就是如果明年是正 你们马上能够看到的好处 可不可以 所以最后 我要 鼓励大家 必须要团结 必须要统一在哪些大选 我们没有得选 我们要在新手下面 不需要新手下面 因为 在 你们的命运 就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命运 也就在大家的手中 只有大家的团结 才能够改变大家的命运 改变Sava的前生 改变马来西亚的未来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 我要鼓励大家 跟我们一起 推广新的政治理念 就是 社会民主 让我们一起来 争取 自由 民主 公平 集会品的 互相互足 多有种族 多有国家 让我们一起来 拯救Sava 拯救大马 政党团队 改召唤了 好 好 全大家 全大家 朋友这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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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